好 生词短语看完之后 咱们来看看第五课的课文部分 第五课就Youth 青年 先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作者 先来给出了一个一般人的 一个常见的一个错误的看法 他说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youth 说什么呢 老是在不停地谈论所谓年轻人的问题 就很多人认为年轻人出问题了 是这么一个 这个里面出现一个搭配 叫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老是做某事 真讨厌 大家注意这个搭配是 性格的三册重要的词的复习 大家学过三册 可能还记得三册的第二课 十三等于一里出现这个 Be always doing 注意 老师说过 这是个贬义词 表示令人烦得无聊的总做某事 真讨厌 那本文中既然通过 有这么一个贬义词的味道 我就问大家 作者是对人们这个看法 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当然不同意嘛 作者的形象肯定是 年轻人好好的 根本没问题 这帮家要讨厌 总说年轻人出问题了 感情色彩基础之后 咱们阅读呢 证据率速度都提高了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He is always having arguments with people 这个人老跟别人争执吵嘴 真是很讨厌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回顾一下三册的句子 三册的第二课十三等于一 第一句话 A vicar is always raising money for one cause or another But he has never managed to get enough money to have the church clock repaired 我们的牧师啊 老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筹款 但他从来也没有能够设法搞到足够的钱 来请人把教堂的大钟修好 牧师总是不停的 为了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来筹款 这个raise money 是筹款募集筹措 用动词raise 就说明讨厌了呗 我们过得刚给完钱 怎么现在又要来了呢 总是做模式 老是做模式 be always doing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但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在三册里面还讲过 好多好多一些相关搭配 而且这个搭配我们记住 这些搭配不光用在书面中 口语中也可以用 听力考试也可能会出现 咱们再看看当年一道 刺激的听力身体片段 好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学哪一个 这男的是什么意思呢 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经答案是A选项 the woman would understand if she did marry's job if从去虚拟去 主题中有的是 物的标准 对现在时是虚拟 如果这个女的 做了玛丽的工作 她就会理解了 不会说玛丽老抱怨了 为什么呢 选A呢 把原文再看一下 Question 5 Mary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er job Maybe if you try typing letters every day You'd see what it's lik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一男女两人对话 第一个女的先说了 Mary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er job 这always 读的时候往往中读一下 老是怎么样 玛丽老是抱怨她的工作 这凡人讨厌她 第二个男的说 Maybe if you try typing letter every day You'll see what it's like 怎么翻译呢 也许啊 你要是试着每天都打字的话 你就会看到这是怎样一副样子了 这工作是怎么样了 言下之意呢 你也会抱怨 不会人抱怨 工作确实无聊 说明她是个typist 是个打字员 你看 Maybe if you try typing letters every day You'd see what it's lik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什么意思呢 但是 The woman would understand If she did marry his job 如果她做了玛丽的工作的话 这女人就会理解 不会说她老抱怨了 这是什么一个 这是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固定搭配 咱们复习一下三册里面 讲过一些替换 这个副词能换成别的词 be forever doing something 老是做模式 真讨厌 注意也是贬义词 把always换成forever 意思完全一样 咱们复习一下 这个三册的第41课 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这个片段 He's forever talking about the friendly people the clean atmosphere the close-knit to nature and a gentle place of living 这个人老是不停地谈 有好的人啊 干净的空气啊 和大自然的亲近啊 还有悠闲的生活步调 这作者说明 同意不同意的观点呢 作者不同意 作者说城市好 农村其实不好 他总是说农村 这个好那个好 但你很虚伪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住在城里呢 你可以放个 飞转农户户搬农村去 为什么住在城市里 偏说农村好呢 作者不同意他的观点 be forever doing something 也是贬义词 好了 就是令人烦的老作模式 这个副词可以进一步再替换 be constantly 或be 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令人烦的老作模式 这两个副词能替换 都可以表示 讨厌的总作模式 说明这个事 做的频率太高了 烦了 大声对面 constantly continually 老作模式 这个continually 不要跟那continuously 搞混了 还有一个呢 是把这个ally去掉 和我们的ously 就是continue 把字母义去掉之后 动词 字母义去掉之后 加alny 是这个副词 如果把这ally 去掉之后 在you 我们再加ous continuous 再加ly continuously 那个词是表示 一刻不停地持续的 但continually 表示讨厌的事情 频繁发生 它不是强调 一刻不停地延续 而是频繁多次发生 有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这还是在这个 绝望的嘱咐里面 有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当听你的片段 咱们听听看 这是两个人呢 一男一女答起来了 第一个男的说 Your behavior reflects on me and I can't do my job if you're constantly humiliating me 就你的行为 reflect on somebody 固定搭配 叫对某人有一个 negative effect 对某人有一个消极的影响 这不能发现反说了 reflect on somebody 对某人有消极影响 并且怎么样 如果你要总是 不停地羞辱我的话 我没法做工作了 就这男的当时在竞选 一个市长可能是 当时他这个女朋友 做了一些水性洋花的事 让他声誉受到影响了 第二个女的不服 Constantly Aside from today Give me one example 老是这样的吗 除了今天之外 今天我是缺了得了 对吧 但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你别乱扣帽子 对不对 除了今天再举个例子 你这样本数量太少 这是一种逻辑漏洞 所以再看 你的行为呀 对我有负面影响 你要是老是不停羞辱我的话 这令人讨厌的吧 总做毛事 我没法做总做的 只是老是这样 除了今天再举个例子 Aside from 是个美式英语 除了什么之外 还有什么 好 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咱们第二遍看 能不能听到 声声入耳 四四入口 每个地方听得特别真切 这是 be constantly doing something be 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都行 he is constantly being late 老迟到 这个也行 这个可以 但是表示 老是做模式 还有一些更常见的表达 它不一定能进行实 这个搭配本身就是这意思 keep doing or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也行 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这个搭配也很常见 这在三册二十九课见过 比如三册二十九课里面 有这么两句话 咱们先看一看 第一句话说 from the moment he ran there he kept on pass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自从他到了医院那开始 他就不停地缠着医生 非让医生告诉他的 究竟什么时候能回家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对不对 可以用 那么这是加上了on了 没有on也行 因为我们on这话括号 比如有也行 没有也行 三册二十九课中 另外一个句子 in the process he enjoyed himself thoroughly and kept telling everybody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在聚会圣诞的一个庆祭 庆祝庆典 青年庆典里面 应该说 那么他怎么呢 他过得特别开心 enjoy oneself have a good time 很开心的意思 并且怎么样 老是不停地告诉每一个人 哎呀 他有多么的恨意愿 说明大家都烦 他还情相连似的 得不得 得不得 他怎么许不讨厌呢 不停地老是跟每个人说 keep doing keep on doing 也有类似很异曲通过 异曲通过 还有没有 还有 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相关大飞 就直接用一些状语 副词或借词 做状语 也有这个意思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do something time and time again do something without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或者用拉丁文 do something at nauseam 都行 都表示令人烦得老作猛事 这几个大飞也行 后面几个大飞可能更为重视了 对吧 我们大声读一下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这凹的重读啊 再来遍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再来第二个 do something time and time again 我们记得当年的刘欢 那个北京人在纽约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就这么一个time and time 一个一再的老作猛事 再来遍 do something time and time again 再来这个 do something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monotonous是单调的 regularity是规律或者规律性 以单调的规律做猛事 不是总做猛事吗 再来看后面 由拉丁文构成的 这个固定大飞 大声那边 do something at nauseam 再来一遍 do something at nauseam 令人烦得老作猛事 真讨厌 这个我们看一看 三册第五十个里面 出现了这样一个大飞 三册五只课 叫新年的决心 建议大家学四次通 就把三册好好看一看 好好学习三册 the same old favorites recurring year-round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那相同的那些 我们最容易洗下那些 新年的决心 Favorites是最喜欢的事情 只有上下的语境 是指的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s 新年的决心 怎么样呢 年复一年的 老是不停地重复发生 今年我要戒烟 没成功 明年又要戒烟 没成功 今年我减肥 明年又减肥 后年又减肥 最后死了 成天的总是许下这个决心 总终于无法去实现 老是做猛事 做这也是表示 贬义死 我们希望许下一次成功了就好了 结果不停地去这个决心 永远无法去对线 也是令人烦的 总是做猛事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当年一个 托福听力题 托福听力题 再听一遍 看一下哪一个 这男的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选哪一个 好了 大家说吧 正确答案是 第一选项 He doesn't like to bother people 他不愿意麻烦别人 Botter 烦某人 让他烦 麻烦别人 为什么选D 看个圆满 Number 26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She did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s to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What does the man mean 好 看着对话 这女的说 I thought the doctor said you should stay off your foot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这里面也是搭配用的很多 I thought 叫我原以为 一般过的事吗 中文中没有这个实态 只能用一些壮语来表示 我原以为 本以为 对吧 我原以为 这个医生曾经跟你说过 你看我说 医生曾经说过 因为他一般过的事 是什么呢 You stay off your foot 能不能说 呃不 这这这个 待在那儿离开你的脚 这不通顺呢 Stay off one's foot 叫卧床休息 不能下地 卧床 Stay off one's foot 固定搭配 注意 One's foot 不能复述one's feet 一定是 Stay off one's foot 并且怎么 until the swelling goes down 直到呢 消肿为止 说明这个人脚崴了 可能肿了 swell 做动词是肿 swelling 就是这个肿胀了 goes down 下去呗 就消肿 消肿之前 不能下地 第二个男的 she did 他确实说过 说明这个 医生还是个女的 it jus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ask my friend wait on me all the time 这个代表是说过 但是呢 这个事啊 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just是语气词 加强语气了 就觉得特别不舒服 是哪个事呢 it是形式主语 后面to do 到句末是真正主语了 就让我的朋友呢 老是不停地伺候我 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 令人烦得老做模式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可以这么说 wait on 注意 wait on 表示serve 没有人服务 不要怕人等我 如果等某人的话 wait for hi wait for me wait for 是等待 但wait on是伺候 老是让朋友伺候 我就不好意思嘛 对吧 你又不是自己的亲戚嘛 你说 哎呀 小师妹帮忙 我哥哥要尿尿 你是多不方便的 这种情况下 就不好意思了 干脆我这一瘸一拐的 自个儿去上厕所 就好了 what does the man mean 这男的什么意思呢 he doesn't like to bother people 他不喜欢去麻烦别人 就好了 这也是固定搭配 咱们在总结下表示 令人讨厌的做谋事 本句中用的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be forever doing something be constantly 或者是be continually doing something 可以 还有用keep的 keep on doing keep doing 都行 还有我们一大堆副词 do something all the time do something time and time again do something with monotony regularity 或用拉丁文 do something ad nauseam 都是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好 我们看完这个 老师做模式之后 再回到这个第一句话里面来 第一句话说 引出了人们的一个看法 说人们呢 老师在不停地谈论 所谓年轻的问题 也其实提出了 他人的一个claim 一个观点 那么作者在下面第二句话呢 就提出了对此的一个反应 给出了个response 作者的反应 作者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他说 If there is one which I take a little doubt then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d not young themselves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前面那个 整个黄颜色的 可以看作if从句 就是条件状于从句 如果真有这样一个 年轻人的问题的话 这个one代替什么呢 就是前面那个 the problem of youth 年轻人的问题 如果有年轻人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两个port号之间 可以看作插入语 是牵涛到了if从句内部了 作者说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这个固定搭配 take a little to do something 咱们在圣词中讲过了 或者翻译的更文气点呢 对此我不敢苟通 就作者对此表示怀疑了 然后呢 这个答案 which I take a little doubt 这个搭配表示 对方观念有怀疑的时候 这个差异语可以当固定搭配 分析来 咱们一会会用 白颜色的当然是 句子主干结构了 那么不是别的 正是老年人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年轻人自己 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中有 it is 后面还有一个who 我们看到这是固定的强调句吧 被强调的是句子的主语 是老年人制造出来的 而不是年轻人本身 这就好了 那么强调句呢 后面这个呼应词 it is dotted 往往跟that 但是如果被强调的是人的话呢 他们用that用who都可以 这里用who也正确 但用that也行 这是固定强调句 好了 这是文法分析 首先我们看看这里面 如果真有所谓年轻人问题的话 which I take you down 就表示作者对某个东西不太相信了 就是作者认为恐怕没有什么 真的有问题 其实是老年人制造的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表示 对某个事情的怀疑 我们有个习语啊 可以代替这个 插入语的这个含义 表达含义是类似的 就是at all 这就类似于中国人说呢 真的怎么怎么样 表示作者的对此的怀疑 我们知道at all呢 如果用作否定句中 我们叫not at all 这个大家都会 叫一点也不 但是他在疑问句中 或者在条件状怨存在中 他表示真的怎么样 表示对此不太相信 这个搭配希望大家掌握 比如说 do you know him 你认识他吗 我后面可以加at all do you know him at all 你真的认识他吗 就表示我作者认为 你可能不大可能认识他 do you know him 认识他吗 do you know him at all 你可能真的认识他吗 我估计不大可能吧 表示怀疑 再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在条件状怨存句 he will come before dinner if he comes at all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 也会在晚饭之前来呀 作者表示 作者认为他会来 还是不会来呢 作者认为他恐怕来不了的 这重点了 而且他今天有事嘛 家里有事嘛 对吧 我恐怕他来不了的 就如果他真的来的话 他那也是晚饭之前来 他不可能来得太晚 就这么一个 do you know him at all 表示真的什么 也是表示怀疑的一个 常见大费注意 用在疑问句 或者条件状怨存句里面 是这么来用的 好 再回到句中 看后面那个句的主观 then it is older people 这个then 是一个副词 表示那么和怎么样 这是经常跟if从句 所呼应的一个词 if then 如果那么怎么样 这个then 从语法来说 不是必须的 它只是一个副词 但是在if从句比较长 或者是if从句和主句之间 有一个比较长的 其他的成分的话 那为了表明跟if从句的 连贯感更强 往往在主句前面 加个then 这个词 在本文中就是 if从句和主句之间 有一个比较长的插入于结构 对此我不敢苟同 那么加个then呢 跟前面从句 连贯感就更好了 这是说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咱们一会儿用它来造句子 强盗句型 咱们大概看看就行了 咱们说过 it is 或it was 加上被强的成分 和我们加net 或者是who 如果被强的是这个人的话 那是个人 可以用net who都行 是事物的话 我们一本用net 在强盗句型 这个当做 尝试知道就行了 好 本文中说 it is older people who created 是老年人制造的 not young themselves 而不是年轻人 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这用的是 not the young the young是年轻人 其实就是避免 跟第一句话中 那个use重复 这个use也可以当 总称性的一个词 指泛指年轻人 跟the young 用法是类似的 这里换成the young 是为了 跟第一句话中use 避免重复 这么一个作用 好 整个这个结构 特别管用 我们甚至可以 把它背下来 就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 然后两个佛正号中间来个插入语 对此我不敢苟同 然后再说 那么也是某人某物 怎么怎么样的 而不是这个人如何如何 这个句型特别管用 然后再说一遍 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 作者说 对此我不敢苟同 就说明我并不太相信了 那么也是某人某物 如何如何的 而不是另外一个人 或东西如何 好 下面我们就马上用它来造一个句子 体会一下 顺便把它搭配 就背下来了 如果真有天堂的话 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可没见过 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么呢 也是有钱有势的人 the rich and powerful 他们能去的地方 而不是穷人自己可以去的地方 有钱有势人经常捐款捐物 做善事 上帝喜欢他进去了 穷人那没有钱 最后可能还是进不了天堂 就是作者说 有没有天堂表示怀疑呢 请允许我对此表示怀疑 用which I take leave to doubt 然后呢 有钱有势的人 the rich and powerful 有钱人叫the rich 有权利的人叫the powerful 这一种人两个熊子并列 加一个词就行了 the rich and powerful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如果这有天堂的话 if there is heaven the rich and powerful the rich and powerful who can enter not the poor themselves 你看这句子依然写起来非常自信 因为这个剧情咱们见过 看过再写 听过再说 这肯定没错 好 那么就作者说呢 我对此表示怀疑不敢沟通 作者是反对人们的意见 作者是年轻人根本没问题 有问题的话 是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制造出来的 当然你光有这么一个观点 对方是不幸福的 作者很谨慎 下面提出了理由 为什么呢 作者给你提出理论分析 他后面说了 Let us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and agree that the young after all human beings 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这个我们还是先看个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句子其实是两个句子并列 中间可以用连词and来连接 第一句话说 让我们先来呢 认真严肃地看一些基本的知识 基本的原则 fundamentals 咱们讲的基本原理 基本观念 基本原则 并且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 但是我们这个 跟前面那个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get down to 跟agree是并列的 并且让我们 他前面还省得 Let us agree Let us就甭说了 因为两句话并列 并且让我们去承认 什么呢 这大从句 一直到句末明显是 并于从句 所谓agree的并语 但注意agree在这 不翻译成同意 不能说让我们同意 让我们承认 agree是多意思 在这翻译 unmit 并且让我们承认什么呢 这个年轻人 at all是毕竟了 毕竟他也是 human being 也是人 什么人呢 承认后后面 是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承认后意思特别多 在这里面 是引出同位语了 什么同位语呢 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就是跟human beings 所同位语 什么人呢 就是像他们的 长辈们一样的人呢 这是没有区别的嘛 对吧 你说他们有问题的 老头子你也照样有问题 我们都是人呢 其实区别不大 所以呢 这是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说前面 human beings 同位语 另外呢 这个once elders 表示某人的长辈 是固定搭配 还是常用复述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里面的词法 第一个先看一看 get down to fundamentals fundamental咱说过了 这基本原则 基本知识 基本观念 但get down to 是什么意思 咱们得尊严一下 get down to 注意to是借识 后面加名词 和动名词 表示什么意思呢 to start doing something seriously 开始认真严肃地 去做模式 就让我们认真严肃地 先来看一看 最基本的观念 以及基本原则 年轻人 老年都是人的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再看一些例子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来 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 就刚才那寒暄 令尊可好 令堂可好 令郎可好 黄奋话 咱们现在开始谈正事了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让我们现在开始谈正事了 对吧 认真严肃地开始 去谈正事 还有呢 let's get down to discussing the details 让我们现在开始来严肃地讨论一下细节问题 双方已经同意要合作了 那么好 既然要合作了 我们就严肃地来看一看细节问题吧 双方谈一谈细节条文 对吧 get down to 加名词 动名词表示开始认真严肃地去促模式 本文中也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基本的原理 基本原则 并且我们先同意 不是同意了 得翻成承认 我们先承认呢 年轻人毕竟也是人 agree注意是多一字 在这儿不是同意 是承认 这个agree呢 表示承认的相当于 accept admit acknowledge 或者书面语 recognize concede 都可以表示承认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吧 agree accept admit acknowledge recognize concede 后面两个词在书面中用的也比较多 比较文气的承认 这个recognize是多一词 这不是认出来 是承认的意思 我们看到报上经常说 all these countries recognize 或者是conced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所有这些国家都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本文中这个agree呢 就是这个意思承认 并且呢 让我们先承认 年轻人毕竟他也是人呢 对吧 这个是什么人呢 people just like the elders 跟他们长辈们一样 也是人 注意我们说the elders 这个词常用复述 一般指某人的长辈 前面一般加鼠格 their elders 他们的长辈 my elders 我的长辈们 一般是这么来用的 固定搭配 好 那么作者进一步来分析 那年轻人和老年人呢 都是人 但是你没有差别 不可能呢 其实有差别 但差别只有一个 作者继续解释这个原因 他说 there is only one difference between an old man and a young one the young man 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and the old on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hind him and maybe that is where the rub is 咱们这句话又比较长 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还是两个并列区并列 中间呢 还是由这个and的连词 来连接两个并列区 这个第一句话呢 白颜色的是第一句话里的主观结构了 他说 一个老年人和一个年轻人之间呢 只有一个区别 the one difference 什么区别呢 冒号后面 这个整个黄颜色带下化线的部分 就到冒号之前 这两个冒号中间了 这个明显的是 前面那个one difference 它这个同语解释 它唯一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唯一区别就是呢 年轻人在他们的面前 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那么老年人呢 在他们身后 曾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但是老年人的未来已经走过来了 是这么一个 好了 第一句话说完了 注意这个画横线的黄颜色的部分 就是one difference 这个词的同位语 解释区别是什么 组织间接着说 并且 and引出第二个病例句 这个白颜色的跟前面的白颜色的并列 并且怎么样 maybe有可能 that is weird rubbish 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双方的问题 毛病 纠纷 就出在这个地方 that is that是主语 its是系统词 后面为而引导的协体字 当然是表语从具来 主系表结构 that's weird rubbish 词后中讲过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固定搭配 可以背下来 好 那我们再回到剧中 there is only one difference 只有唯一的这个区别 只有唯一的区别 只有一个 好多表达都行啊 咱们做个替换 比如说 just one difference minarily one difference 都可以代替那个only 甚至还有个其余 叫no more than one difference no more than 不能翻译成不多余 得翻译成只有 因为不多余 一般用not more than no more than 想到only 只有什么什么 这些三册第一课咱们讲过 no more than five years away from her 离他只有五马这么远 三册讲过 no more than 也是only 还有一个呢 我们用形容词 来表示唯一的 就一个 我们用 a single difference 或者a solitary difference也像 用a single a solitary 修饰名词 也是唯一的 只有一个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三课讲过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the top 他们只有唯一的目标 唯一的目的 就是删定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也是唯一的 这个也可以用 好了 咱们看后面 冒号后面 这个做one different 同位语 区别是什么呢 the young man has a glorious future before him 年轻人 在面前 有个光辉的未来 and the old one has a splendid future behind him 老年人在背后 曾有一个 灿烂的未来 大家看到这个 光辉灿烂的未来呢 我们在词乎中讲过 好多的这个 形容词都行 我们说 rosy future brilliant future 甚至magnificent future 都行 但本文中选的是 glorious和splendent 为什么呢 这两个 它对仗更工整 你发现了吗 这两句话就好像是 我们那个 那个对对联一样 那前半句是 the young man 我们对 the old one has a glorious future 我们对 has a splendid future 这是一个 用上显文 句法结构完全一样 用对比的 这么一种修词方法 就像中文中 对对联一样 一个字对一个字 你看glourious 跟splendent 这两个词 连单词的 字母数都完全一样 都是八个字母 你像glourious 对splendent 看着就舒服 你要glourious 这么长的词 对rosy 就显得短一点 就对这样不工整了 你用glourious 如果对 magnificent 又太大了 用splendent 跟着对仗 是刚刚好的 所以这是为了上下的对仗 和工整 语言的感觉很微妙 它跟字形本身也有关系 很有趣 这个地方 结构相同 意思相对 这种修词方法呢 我们在英语中管的叫 antiphesus 就是对比的修词 在中文中可以翻译对比 对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下两个句子 结构完全一样 语意相对 或者说相反 就行了 这种对比 半分钟 年轻人怎么样 老妞人怎么样 单词数量都完全一样 结构完全一样 这是这种对比 对比可以使句式工整 对照鲜明 及音韵和谐 回环铿锵 读起来特别有力 这是它对这个对比 修词可以增强 表达效果 高级写作 像指而易写作 这边的写作 甚至托福雅思 我们用一些修词方法 更容易冲高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欣赏一些句子 你看这对照 是不是很功能 When poverty comes in at the door Love leaps out at the window 当贫穷从大门进来的时候 爱情从窗户蹦出去了 你看这两个话横线的部分 刚好对照 Poverty贫困 名词对love 名词 Come in 刚好对leap out In对out Come和leap都是动词 动词对 副词对 还有at the door 对at the window 借词端语 对借词端语 就像我们对对连一样 中文中 古诗词中 这种上下连相对应的 也是非常常见的 很好理解 我们翻译成中文呢 也不妨把它翻译的 对账一些 贫穷 跨门而入 爱情破窗而出 你看中文比英语更妙 贫穷 跨门而入 爱情破窗而出 就讽刺那些只能同甘 而不能共苦的夫妻 老公是大款 两人感情不错 老公破产了 离婚了 你看 这个贫穷 跨门而入 爱情从窗户蹦而下跑了 可以这么说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结构尽管不是完全一样 但大致也是非常类似的 我们看 A mother takes 20 years to make a man of her boy And another woman takes 20 minutes to make a fool of him 尽管单词书呢 不是完全一样 但对上基本有所公正 A mother 对 another woman takes 20 years 这种take 20 minutes to make a man of her boy 对 to make a fool of him 中间是make 后面叫off 对这样基本公正 什么意思呢 一个母亲 花了20年的时间 把她男孩子 变成一个男子汉 培养成人了 另外一个女人呢 花了20分钟时间 把这个男子汉 变成大傻子了 这说什么意思呢 The power of love 爱情的力量 对吧 本来这男子汉 看到这个美女之后 神魂颠倒 IC卡 ACO卡 AIP卡 都会你了 你看神魂颠倒了 这个非常幽默 而且确实对仗工正 充满了趣味性 可以给文章增光天才 要不然咱们句式 总觉得单调嘛 无聊 所以英语啊 它本来不光是文法的 很严格 它同时有优美性 它不光是传情达义的一个工具 同时它也是一门艺术 所以多用的修词方法 这个有好处 这个我们中文中啊 这种对仗也相当常见的 我们看看用对比的修词 上下文字数一样 而中文中是方块字 这对仗起来更好对了 千寿意满招损 这是不是 这个对仗很公正呢 还有呢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是不是也是用中文中 相当于英语中的 antithesis 对吧 当代的这个诗歌 也有诗人北岛的诗的片段 你看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你看也是 对仗公正 回环坑墙 我们知道 中国人中还有一种 叫对联的 这跟对联就非常类似了 对联中有一种的 纯粹为了对仗呢 很有趣的对联 叫无情对 什么叫无情对呢 上下联 其实含义是不相关的 不挨着 只是对仗公正 这就更好玩了 咱们看一下历史 文竹 上联两个字 下联呢 下联配武松 咱们看根本不挨着 文竹是个植物 武松是水浒里的英雄啊 但是你看 文对武 刚好对上公正 竹对松 都是植物 松竹梅 是碎寒三有啊 对得太好了 越南队 比如上联 孙行哲 孙猴子 下联配 祖冲之 为什么 孙对祖 祖孙嘛 名词对 那刚好呢 行对冲 行冲都是动词对呀 者对知 都是虚词对 知乎者也嘛 这对得太好了 我们更长一点 上联是 三星白蓝地 下联配 五月黄霉天 本来是根本不挨着两个东西 但是对战功能 三对五 数词对 对吧 星对月 名词对 星月嘛 对白对黄 颜色 蓝对梅 植物 梅蓝竹菊 四君子 对得好 地刚好对天 三星白蓝地 五月黄霉天 一瓶作 音乐也特别好 真是妙之好点 太好了 再比如说 一瓶天青带 一瓶大元 上朝时 带着这个寿带 一瓶天青带 这个下联也很有趣 下联配一位中药 六位地黄丸 这很有趣 一对六 数词对 品对位 动词对 品位品位的嘛 天对地 这是名词对 青对黄 刚好是两个颜色嘛 带对丸 名词对 带是长的 丸 是圆的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非常有趣 一瓶天青带 六位地黄丸 哎 音韵评则也好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中文中 这个这个 用这种类似英语中的 antithesis 比英语做得更漂亮 为什么 中文是单个的方块字 对账就更适合 而且中文中 还有阴阳赏却四声的变化 这个比英语更加优美 所以我们越学英语 越觉得我们古汉语 真是 比英语有过之 而无不及 正好 好了 我们再回到文中 他说 and maybe that is where the rub is 就是说可能啊 那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where引导的是 表语从句 因为that is 是主语和细动词 主细表结构 我们这个表语从语 这个that's where 那就是什么什么 这个固定搭配 可以记住 好多句子中都出现 that is where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主细表结构 咱们多看几个句子 that's where you and I differ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 不同之处嘛 对吧 人跟人怎么会完全一样呢 咱们俩看着像 你看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啊 这就是你我二人 不同之处 differ 做动词本的不同 注意 尽管这动词 不要都differ 尽管一般是 名前动后 名词中意在前 动词中意在后 但这个动词特殊 都是differ 我们大声都讲 that's where you and I differ 再来一遍 that's where you and I differ 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不同之处嘛 还有一个 听力考试特别常见的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that's where I draw the line 那就是我画线的 这么一个地方 其实不是真正 画一个线的 什么意思呢 这种事我坚决不能做 为什么 又画一条界线 我不能越过去 这种事我坚决不做 比如说老婆问你了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with the washing up 你能不能够帮忙 来洗碟子 洗碗呢 这老公很大男子主义 那's where I draw the line 对不起 洗碗这个事 我大男人坚决不能做 这种事我不能做 那's where I draw the line 表示这种事坚决不会做 都是那's 和我们家威尔印到的 表语从语 这个结构类似 可以把它记住 第一段呢 逻辑层次特别鲜明 第一句话给出了 他人观点 人们认为年轻人出问题了 作者第二句 给出他的response 作者的这个反应 我认为年轻人没问题 老年人出的问题 然后第三第四句话呢 给这个reasons 为什么呢 年轻人老年人都是人 其实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呢 年轻人面前一个未来 老年人背后是个未来 这就是这个问题所在嘛 对吧 好 第一段 跟老师看到这儿